咱从阎王家出来 然后再上这家看看 这家的院墙围的比较别致一些 咱看看外面都是无花果 瞅瞅这家 这家的院子用木头 弄木头的墙 跟别家都不一样 咱敲敲门 有狗叫 我敲门看看 有人在吗 微海木井宣木有限公司 这弄得漂亮 这架子大的 这总是个办法 家里可能没有人 如果要有人的话 就出来给我打招呼了 看他们家 一出来 这个地方修了一个储藏间 就在楼梯底下 院里 基本上都是硬化的 铺好了石砖 没有人 这边看看吧 人可能出去玩去了 这个弄得好看 这些院子 没有搞起来是什么样的感觉 看一下 这是他们家邻居 这块地方 院子是一般大 然后这边 就小多了感觉 这家有种的东西 也有一个 锁料 大棚 小棚子吧 小温石 种的一些东西 就往这边看看 这家是围起来了 用这种铁翼 但是我觉得是很久没有住人了 可以看看这里的杂草吧 杂草 这是东边户 这种牧絮草 是叫什么草 绿绿的 不像冬天 现在已经是12月中旬了 我的前面是海之梦小区 再到前面的那个红的那个高层 是这个叫做 红泰阳光花园小区 这边是叫林海一家小区 林海一家的院墙 看看一楼吧 有的搞得真好 这些 就比较简单一些 这些家里面菜园子里种的一些菜 长得多好 尤其是这些大白菜 看各个 都能吃了 真的包心 这家弄得比较好一些 整体基本上都硬化 留了两块菜地 一个弄成棚子 这个 小凉亭啊 这是应该是叫做 铝合金的 坐椅板凳 这么一个 遮阳棚吧 这家 再看看东面的几家小院啊 东面的几家 这种的是什么菜呀 薛丽红 哎呦 这家弄的棚子有意思啊 把这个 前面都给支起来了 正在搞 好高呢 然后 这个架子 这是悬空的 这家 都悬起来了 这是别具一格啊 再看这边 这边就比较普通一些啊 小区里 这里怎么还有一个 布梯 这边还有一个小桥吗 把小区分割为 两片啊 过来瞧 小区还有一个 水系啊 河道 这是这个小区的东面啊 东面 还有这么两排楼 就不过去了 这个小区呢 没走远呢 就有一些这个石井啊 几块大石头 不一样的石头 放在这个 小区的花园的路边 这个小区的花园呢 总体上感觉比较大一些啊 所以说 大有可为啊 如果买个这个小区的 这个一楼啊 好好搞一下 这很能出彩呢 像这个一楼啊 是拔西头 拔东头的 好像从来没有人住过啊 这一户呢 已经装修过啊 重新弄过 你看院子 这两户都是院子 都硬化过啊 新西的窗帘 是两户 要是一户的话 就打通了 这一稿也很漂亮啊 像这户呢 就留了大片的啊 有一片啊 一半 给种地 这些住户 这叫调田啊 一条一条的 还是硬化了 好看一些啊 这个拔西头的这户 就显得比较小一些 看这家院外啊 也搞得那么一块 小花园 这是什么草 非常漂亮 这是自家的花园 这外面呢 公共花园呢 也美化一下啊 非常好 这是一种延伸 这边还有两 两个这个金啊 或者是鲨鱼 还是金鱼啊 这小区 看有一半的房子 好像感觉是没有人住 这东户啊 这有一家搞得非常漂亮 再过来看看 你好 这搞什么玩意呢 这是搞什么建设呢 你这是弄的是 这叫木根 当凳子还是当花架呀 随便 漂亮漂亮 你家的一弄 这些是什么草啊 这个绿绿的 什么 隔指甲 冬天它不 哦 对 跟佛一样 那手啊 挺好 你家弄得漂亮 叫海纳百川 你老家是哪的啊 老师 东北的 你现在买房子多年了 十多年了 年纪在这住吗 哦 还行吧 住的 你这东户 你这西户好 这个位置利用的好 你看你们把这块 你看收拾的多漂亮啊 无花果树 这里面跟一个井一样 这个地方啊 是井吗 是弄的一个荷花池 对 这个中间还有一个LED灯 那边还有一个小秋千 还那么浪漫呢 你看 是您画的还是找人画的呀 自己画的 哎呦 你看还行啊 你看这是两个人坐在一个 山坡上啊 看着远方的海 还有星空 是这个意境啊 您家的房子多大面积啊 一百坪的 当时买多少钱啊 将近五十万啊 真不错 您这是搞民宿的是吧 真漂亮 民宿 这是还得还得做饭啊 这是食堂 精心装扮着自己美好的家园 这边有一口井 也是荷花池 其实 这一下就提升了整个小区的档次啊 这是另一家吗 还是一家 这是另一家吗 谢谢观看